那雪州森林局的总监阿末法子里指出 每一年的10月开始到隔年的2月都是雨季 发生急流山底滑坡土崩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为了访客的安全森林局每年都会从11月到隔年的1月期间 关闭所有辖区内的森林公园和休闲的森林 同时呼吁所有休闲区的这些业者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确保访客的安全 那雪州森林局也在10月发布文告通知公众 11月1日到明年1月31日关闭所有登山路径和森林保护区 也禁止访客在这些地区进行休闲活动 雪州森林局也指出发生吐风的这些露营地 是私人农用地段而非该局管理的永久森林保留地 那事发原因相信是因为大雨之后发生解剖侵袭事故所造成的 那气象局其实也预测今日开始也就是12月17日起 全国多个地方会有暴雨的情况 那地方政府发展部长尼克敏昨日也已经指示全国155个地方政府禁止所有河岸、瀑布以及高风险的地区进行露营活动为期7天 过后会再做进一步的宣布 那彭亨州森林局也在脸书上公告指州内所有高风险及位于河边包括私人经营的营区 12月16日起都必须关闭直到另行通知 客审讯 确认